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头头鸭 今天我们来总结学生画手的五个尴尬瞬间 如果有说中你记得把真实大力的打在公屏上 那么我们开始 一 当你在班里画画的时候 呃 怎么了吗 你会画画耶 画得好好哦 好厉害呀 谢谢啊 你画你的不用管我 我就是想看看 怎么办被盯着看完全画不进去 但是拒绝他了他会不会伤心 他只是觉得我画的好看想看我画画而已 实话实说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冷漠不好接近 可是被盯着画我真的一笔都画不下去 怎么办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情先不画了 二 当你又在班里画画的时候 嗯 你画的这是谁啊 啊 我的自设 自设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自己的设定 自己的设定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画的我自己 这是你 这也不像你啊 把自己画的这么好看 你好自恋哦 对了有空能不能给我也画一个 三 当你在上课时 呃对了这种美班都要安排出个黑板报 嗯我们班里有谁会画画呀 不不我不会我不会画画 四 当你在考试时 哦 终于打完了 时间还有这么多 不如在草稿纸上练练人体吧 A few mamans later 画的真不错呀 我这是个奇奋的小天才小画家 好的考试结束了啊 世界说完了草稿纸也都写上名字交一下哈 嗯 哦 当你又又又在学校画画时 嘶 这个手要怎么画呢 嗯 哇 那么不知道以上这物点你中了几条呢 你还有过什么尴尬的经历呢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如果有说说你走之前 给个笑脸吧 还想看其他视频 记得关注观众朋友 下期再见啦 Bye